大家好,我是阿飞 现在的位置呢在 我家果园的 这个种梨的区域 今天来摘点梨 准备做一些梨糕 之前呢从来没有做过 这么多高坛度的梨呢 是可以做成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梨潭的 有没有这种东西啊 我们今天试一下 就做不成梨潭就做梨糕啊 也许都做不成,反正呢要试一下 废话不多说,我们去摘梨 这些呢就是 家里的梨 我们称呼它为雪花梨 挂果呢还是 挂的挺多的 也许摘两棵就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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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面前的这些呢 这些梨大概有五十公斤啊 可能还要多 就是少,往少了算呢它有五十公斤 现在呢我要削梨皮 把这些梨全都削出来啊 我先削一个试试看看 削个大的给大家看看哦 这样就完成了 开销 ELL 那 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要切它,把它切小一点 落入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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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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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了这么大一盆 梨的肉 弄了很多的梨骨头 这些梨骨头可以拿去喂小孩猪 现在开始炸汁 用了两台一台大的一台小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梨什么 梨蓉 是不是 梨蓉啊 梨肉 梨迷 差不多 梨碎骨头可以拿去 这就是梨什么 梨蓉 是不是 梨蓉啊 梨肉 梨迷 差不多 梨碎骨头可以拿去 然后这样子的可以起锅烧火了 这就是梨蓉 梨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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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表面呢是黄色 底下呢就是白色 就这样子的布 Yarña 来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遇到一个问题 这个立不下去 很多水分在里面 但是不太好立 只能等它冷一点 然后再立 那第一次立出来 是这个颜色的 什么都没加 什么都没加 现在天已经黑了 然后汤汁呢 有这一点 褐色的汤汁 杂子呢 有这么多 已经挤得差不多了 这是第二天那样子 然后边上有一些 已经糊成这个样子了 也不算糊 是拎起来的 现在呢我重新烧火 重新烧火 让它热起来先 再次烧火 那就是忙碌了两天的刘师傅 终于要开吃他的这个什么 梨潭梨膏 差不多一个意思 60公斤梨呢得到了这么点而且很浅 这么点都刚刚看到盆底了 就这么点 我等不了它凉了 我弄了一小点出来 然后在小房里吹的凉得更快一点 先吹一吹 很浓稠 吃一大口看看 现在属于没有完全冷 还有点温热的状态 吃一大口 梨煮过后呢会有一股 一股味道 这个味道在梨膏里面就特别的明显 甜 非常的甜 然后也没有其他味道 这个呢是我完全没有加糖 还有其他任何东西啊 我就想极简单单的把它做成糖 很浓稠呀 吃到嘴里你感觉 那个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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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梨膏有点 有点黏嘴 就会糊糊的感觉 非常的糊 一吃进去你就会黏住你的口腔各种东西 味道呢 就是梨煮熟过的味道 非常浓的那个那个味道 我也心生不来 然后甜度很甜 黏乎乎的非常黏 你感觉如果整口咽下去以后呢 它就会黏住你的舌头 还有喉咙 一会儿呢 又会好多好多了 一会儿呢 就会 就会消散 等刚刚咽下去的时候 就会感觉黏乎乎的 嚼一嚼 什么都嚼不到了 好甜 我得去喝点水 吃的太甜了 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黎高 在我看来呢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获得了黎做的糖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叫黎高了 因为它冷了以后呢就会变成这种高转的 高转屋 好奇怪 真的像高一样 答案揭晓了 这就是60公斤 里呢最后可以得到几瓶了 最后就得到七瓶 七瓶里高 出品了 呻含 嬷 都要 中文字幕 李宗盛